OK 接下来我们看8.2C的练习 这个是一个应用题 算是要证明证明相似型 就是配合这个圆轴角 然后还有相似型的一些应用 OK 右图我们有AB平行与ED 它要你证明ABC是相似EDC的 我们只需要用圆轴 同伏所对的圆轴小强的 脚B等于脚B等于脚D 过后脚E等于脚A 那它就会有一个相似型的一个原理 ABC相似EDC的 两组脚运强整 过后它要你证明它是等于三角形 其实我们在用那一组脚呢 你就会发现到脚E其实也是等于脚B 所以也就是说两 其实它们四个 四个脚是一样大的 所以既然脚A会等于脚B 对吧 脚A 脚E等于脚 我看一下大家还讲过啊 我们有脚A等于脚E 还有脚B等于脚C 过后因为脚E等于脚B 是内错脚因为平行的关系 就是内错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脚A等于脚B 如果脚A等于脚B 它就一定是等脚对等边 它就是一个等脚三角形 OK 脚A等于脚D 内错脚其实也OK 不过呢 什么脚C公共脚呢 这个不是公共脚啊 这个他们应该是用对顶脚的啊 不过呢也不需要用你只需要两个脚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公共脚B不需要啊 不需要 只需要一个内错脚 然后呢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四个脚 脚A等于脚B等于脚E等于脚D了 然后呢就是等掉三角C 再来看下这一题 它要你证明ACP相似DBP 那脚你看啊脚A跟脚D嘛 对不对脚A跟脚D 我们可以用同同所对的原作脚相等 过后因为脚P是公共脚 哦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脚对应相等 ACP会相似DBP 那你怎样去做这个比呢 它是 因为没有AC嘛 没有AC的场 所以我们用A 我们用CP OK 比上BP 等于AP 比上DP OK 所以你要跟那个顺序啊 原本刚才成就呢 就对调了 都弄乱了 所以PC是7 哎 这么又参料呢 PC是7 PB是8 PA是8加6等于14嘛 然后呢 PD 1 就会是7加 7加 7加这个CG 我们假设是X 我们7加CG 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 约掉嘛 等于2 对吗 826 所以16 再减7 你就会得到X了 16-7等于9 OK 所以这个CG呢 就相等于9 OK 我忘记翻去后面 呃 应该 应该 没有问题吧 这个答案 啊 不不检查了 这个答案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OK 所以再来看这一题 U图我们有O是圆形 BD是直径 脚A是45度 它要你证明 BCD是等于直角三角形 那因为我们有半圆寒直角 这个是90度 然后呢 脚A等于脚D啊 等于45度 那因为直角三角形 45度的脚 就会得到一个等到直角三角形 好 所以这个BC 就会等于CD了 那 就证明到了 大概是这样 呃 这个没有用功夫脚 你是用半圆 呃半圆寒直角 我们脚C是等于90 90度 然后呢 脚A等于脚D等于45度 就可以用 可能用Dangion吧 Dangion 45度 然后我们学了那个 呃 我们学了这个 三角函数 我们Dangion 45度 就会得到这个BC 除以CD 等于E 所以BC就会等于CD ok 然后呢BC 等于CD 它就是等于三角形形 接下去呢 它讲说如果BD是根号2 它的这个CD跟BEC怎么算呢 你可以假设它是A A A 其实EE根号2啦 所以基本上BC就是E了 啊 所以这个我就不放A啦 你如果 如果你要计算出来啊 就是说你 你可以说 好像 不计算很奇怪啊 直接写E有点奇怪 你就可以设BC是A 然后呢 再用一个BC定理去计算 呃 计算出这个斜边是等于根号2 你就会找到A其实是等于E ok 所以没问题啦 这个BC等于E 再来再提啊 它其实讲说 哦 这个脚是AX 这个脚也是X B ABM 像是ACD 怎么算呢 怎样看呢 脚B等于脚C 是同 同虎所对的圆轴脚相等 脚X等于脚X 好 我们的ABM 就会像是ACD啦 啊 ABM 像是ACD ok 两脚对应相等 过后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个X 这个B B AM的这个X 可以对过来 这个D 也是X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它就用ACD 在哪里 ACD 在这边 然后呢 DCM 在这边 所以这个脚X 跟这个脚X 一样了之后呢 脚C是公共脚 脚C是公共脚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又来啊 它是一个 呃 两组脚对应相等 又可以得出来的 哈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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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